你知道大数据分析是不是要做管理 对吧 对 你们来这边 你们来这边之前 你们一定也看 也都 我看看有没有学长已经加我为好 有吗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只要Google一下 像你去日本玩 要不要先Google一下 他那边的那个C型冠症病毒状况是怎么样 口罩买得到买不到 对吧 这很重要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去 如果我去北海道 发现他都不下雪 你是不是白去了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拿大数据来做管理 这个大数据管理 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件事 你看一下 我现在画第二张图 所以我先把第一张图翻到左边 然后接下来呢 空白地方点一下 你一定要空白地方点一下 你要是不点 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状况 假设我今天我又点了一个折线图 你看他是不是就变成折线图了 这样听得懂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就是离开这张图了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我想要先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类别 各位 我们这家公司有三个主要的类别 所以我们来去做类别分析 好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样 我觉得最容易懂的就是群组直调图 所以第二件事情 请点选群组直调图 二 请点选群组直调图 点好了 第三 第三 请勾选类别 就是 他会自动把类别放到我的什么 轴 类别 类别 我就只有三种类别 然后呢 再勾选 利润 请问我是不是就有 这个 利润 利润 统计分析 这边是什么 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右边是什么 各类 利润统计分析 可以吗 各类 公司有 办公用品类 有生产技术类 还有 家具类 可以哦 好 我现在哦 我现在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轴是x轴 是我字 这没有什么好改变的 可是我们的值 有看到吗 值是个利润 值 我们一定只能放数值 然后在利润这边 利润麻烦请勾选 勾选到什么 将值显示为 总计百分比 总计百分比 有看到吗 将值显示为 这个 值 利润 值 利润这边往下的三角形 将值显示为 总计百分比 总计百分比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我要让你们看 整体跟该年度的比较分析 好 请问一下哦 这个百分比啊 我建议还是显示出来 这个百分比 所以是不是可以点选这个格式 格式有看到吗 格式 格式里面显示资料 资料标签 请打开 这个比例稍微设大一点 这个字 这个字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大家去看 我只是 我只是把它的一个格式资料标签 打开来 让它显示 你现在做这样子的分析 建议 建议 这都只要取前三名 或前五名 然后 既然是前三名前五名 你一定要排序 所以怎么排序 怎么排序呢 在这张表 你想要针对这张表 做排序的话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点点点 更多 更多里面就有排序了 有看到吗 点点点里面最后一个排序依据 依据什么 利润的GT百分比 好 我们现在在2017年 我们现在在2017年 然后 我们画完右边这张图 我现在要加的是联动分析 你看 当你点一下它的时候 我点 请点2015年好了 请点2015年 2015年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 总体 总体的一个比较 第一名是办公用品 对不对 总体 就是2013到2016 这四年 总体 第一名是办公用品 第二名是 技术 是不是 技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在2015年逆转 是颠倒 而且 而且 差异很大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这个2015年实际发生 因为我点一下它嘛 实际发生是不是这个深色 深色表现的情形 这个深色表现情形 它占整体 它占整体表现28比18 更重要的事情 它变到第三名去了 它本来是不是第一名 现在是不是变到第三名了 可以了解吗 你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要叫你去算 首先它没有联动 你点了这张图 它另外一张图 它只能做拆分 它没办法做联动 什么叫联动 我可不可以点2016 右边这张图就直接呈现结果 对不对 这叫联动 江学长 你早餐有吃过吗 好 这就叫联动 我有问 他有回答 你在以下里面 就是没有联动 这就叫联动 知道 联动分析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你看2015年 2015年 我点一下它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 弹工用品它从第1名 变到第3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问最后一位同学 答案都只有一个 老学长 你的姓太特殊了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按右键 对 按右键做自动分析 重不重要这件事 真的很重要 你应该会想要 老板这时候 他一定会想要知道说 你办公用品 下降这么多 对吧 这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刚刚我们滑鼠右键在这边 是不是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对不对 你这时候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什么 类别 类别 你去看类别 2015年 利润 利润 类别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办公 办公用品跟前一年的比较 有看到吗 这边是零签 你这样知道 知不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发生了这件事情 请问 接下来我是不是应该去把那个产品经理找过来 然后请他去针对办公用品 为什么利润会下降的原因 找出来 去说明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去管理他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2016年 请问2016年 他是不是又恢复正常了 这代表有管理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当我在2015年 我发现了这件事情 下降这么多 你知道 你知道 从这个本来是35个percent 下降了7个percent 7个percent代表什么意思 请问一下 你的那个收入 你需不希望掉个7% 不希望吗 那如果涨7% 你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对一个公司来说 这个前一年跟今年来做比较 这一个子类比 而且是公司的主力 例如说好了 台北市人口少了7%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个代表数字是很大很大的意义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 透过那个大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做管理这件事 这样了解 我看的是 2015年 这边我们发现了 就是说 那个 办公用品 它有严重下滑 然后 这个时候呢 2016年来去看 它又恢复正常 这就代表 有管理 你们如果说 可以的话 真的回家 可以去 调出 像我就 我就想要调那个 像我在财政部 就想要交他们 那个 进口跟出口 因为他们提供了 好多年的资料 那可惜 他没有提供给我 到底是 什么类 什么类 的一个 进口 你知道进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跟出口 出口就是赚钱 好 这都很重要的 重点 可是要很多很多年的资料 所以就希望说 我们来去算这些东西 来去看说 我们本来假设是 电脑的出口国 或者是很多IC的出口 后来变成进口了 你觉得这件事情 严不严重 当然很严重 这样了解 好 口罩 口罩我们到底是进口还是出口 进口 而且还是跟对岸比较多 听着懂我在说什么意思 我们并没有 在出口口罩 我们还不够用 不过 我现在说的重点就是 很多数据 很多数据 你现在要这样子来去做分析 你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改善 好 联动分析介绍完毕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趋势分析 好 麻烦请点一下 请问我讲到这边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们觉得好玩吗 只有做几个动作 我们就做出来这些事情 而且真的 期待希望你们能够用你自己的资料 可是我一定会问你第一件事 你的资料量的时间多长 如果只有一年两年 那我觉得你就不要用这个工具 你就用Excel就可以了 因为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点加 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个好坏客户分析 请问一下 我现在呢 我现在是不是这边有 对不起 我们换一个题目叫同期比较好了 因为同期比较 我们15分钟讲得完 好 我们换一个题目叫同期比较 各位 我现在是不是有四年的资料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那我今年的利润跟去年的利润 来去比比看 对不对 好 这就叫同期比较 我们使用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别 例如说我们拿个月 个月的一个利润来去做比较 好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增加一张新的 增加一张新的 视觉画图表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想要做同期比较 既然要做同期比较 我觉得 最容易比较的 不是直条图 是折线图 四条线 放在一起高低的比较 可能会比折线图来得好 所以我选择折线图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的单位 我的轴 轴是不是一定要选择时间 因为我是要变成月 对不对 变成月的话 是不是要勾选订单日期 请问 订单日期 现在是不是年 要把它变成月 是不是要点这个 多向下探索 两次 多向下探索 一次 两次 这个左上角 这个年就会变成季 就会变成月了 左上角 有看到 这个就会变成月了 可以吗 这个就会变成月了 好 那就麻烦你存档 把现在这个档案存档 然后关掉 关掉 现在这个视窗 就是泡鼻胺 然后重新打开 你刚刚做好的档案 你就会看到下面 这个分页了 等一下 我月 这边是不是看到 左上角已经看到月了 对吧 我等一下去帮你做 你这边 有看到月了 然后 接下来请勾利润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2013年的1月加 2014年的1月加 2015年1月加 2016年1月加 对 就是四年的1月 加在一起 可以吗 我为了上课方便 我想先把这个X轴稍微变大一点 方便你们来去看一下 可以吗 可以吗 我现在是不是坐到这边了 可是这是一条线 不是四条线 可以吗 现在我们是不是希望四条线 现在我们是不是希望四条线 你懂吗 那你方便应该通一下 用我的网络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边都是四年的加走 可以吗 这几个点都是四年的加走 我现在把它变成什么 一年一条线 对不对 一年一条线它叫土利 可以理解吗 一年一条线它叫土利 一年一条线它叫土利 土利在这边 这是土利 所以 所以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要把 请你用拖曳的方式 不是用勾选的方式 拖曳的方式 请把订单日期拖曳到土利里面 它是不是变成好多个点 拖曳 拖曳就是把订单日期拖到土利里面 你就只要把订单日期拖曳到土利 而且再把订单日期改成日期阶层 你看 这边是不是就四条线 四条线知道吗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 这边有四条线 最好是只要呈现最后这两年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最好是让别人选 如何让别人自由选呢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刚刚介绍过联动 所以我们游标在空白这地方 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请勾选什么 请勾选这个订单日期 请勾选订单日期 然后建议 建议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你们有没有往下三角形 有这个往下三角形 请点它改成清单 改成清单 可是我们要不要比那个日期 不要比日期 就要是把这个栏位 这个栏位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是一天一个格子 而是什么 而是 而是一年一个格子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选 2016 Ctrl 键按住 这点2015 我们这样是不是就有两个年的资料 放在这里 好 我们就三调重做 好 这个 这个图怎么三调 你们知道吗 Delete Delete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对不对 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因为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 右边放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四个年 让老板 谁会去看你的做出来的报表 当是你的老板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做成四个年度 所以怎么做成四个年度 这里面 我们刚刚就是放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可以吗 那这个 这个订单日期 有看到这个栏位吗 请把它改一下 改成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比较好 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就是 它就年 或者是月 或者是日 年纪月日 好 可是现在呢 现在这个是输入板 我不喜欢这种输入板 或者是用拖曳的 你看 这拉过来 拉过来 是不是2015到2016 你知道它不好地方是什么吗 是因为 假设如果你的主管需要 需要去做 2014跟2016的选择 这时候它就会产生不好的选取方式 它根本就不能选 它能不能选到2014年 选不到 所以 所以呢 建议是把这个三角形 就是右上角是不是有更多这个选项 请点它 改成什么 清单 清单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不到清单的 看不到清单的话 你要点什么呢 你至少这上面应该会有一个 我的都有 我知道 我知道 真的有同学会点不到清单 可是你 因为我的刚好有了 好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来 麻烦清点 2016年 你看 联动分析 知道吗 我这张表选什么 另外一张表 就会出现它的相关性 对不对 你看 我是不是构选了2016 控制建案处 点2015 你看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两条线 两条线 请看一下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到底是不是希望主管在这边 他要比哪两年 他就自己去比 例如说 他要比 2014 2016 他是不是就自由选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用到的联动分析 有没有问题 我点这边 这边图报表 是不是跟着改变 这是联动分析的技术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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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这跟以色尔的交叉分析筛选器不太一样 好 他就是做成那个选择案件 可以吗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要会去做一件事哦 你的主管就在比 2013年 2015年跟2016年 有没有发现 2016年是什么颜色 红色 2015年是红色 2016年是紫色 所以 我们要站在2016年的基准 好 有没有发现 2016年 4月 4月 它是低于前期的 因为我们做同期比较 4月低于前期 8月 低于前期 11 12月 所以一年有4个月 是不是 少于前期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又可以再去继续分析 分析什么 4月份是哪个类别 或者是哪个客户 让我们的利润 利润低于前期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就是大数据的分析 要从趋势找 找到 找到这个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现在的那个 思维 跟统计真的不太一样 而且 而且你觉不觉得 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说 过往的历史 过往的资讯 来去解问题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请问一下 你在 我在做一个小小的功课 小小功课 请你中午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去想一下 我们以照是不是也有画 也会画折线图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以照画的折线图 以照画的指导图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就各自独立了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要去解 解 这个趋势到底发生什么 因为看到现象 4月 4月是不是小于前行 对不对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现象 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去 把这个月发生什么事情 要去了解清楚 这样了解 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大数据分析就是在做这件事 好 你先透过观察 看到了这个现象 很容易看到这个现象 接下来你的老板 一定会想要知道 那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是知道说 是什么客户 原来这个客户这么重要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5月的时候 积极跟他赶快有一些其他的弥补措施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政策是不是就可以做调整 好了 我们 最后要教你就是纯导 请你把我现在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就点左上角的储存 建议放在 例如说下载 建议放在下载 或者你自己的电脑 的任何一个位置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回来要继续 再跟你分享 大数据分析里面的 技术 各位午安 我们 我们要接下来继续来研究 其实像早上我们介绍到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们的一个折线图 我觉得折线图不好看 怎么样把它稍微变好看一点 毕竟是视觉化分析的工具 那么 如何把它变更漂亮一点 或者是让别人 视觉上觉得说 这看起来是舒服的 好 那我们 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现在要请各位 就是 使用跟我一样的内容 一样的内容来继续做 就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知识的增进 所以呢 我们先去下载 下载我已经做好的这个成品 好不好 一样是放在范例讲义下载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首先 首先麻烦请 你桌面上有没有Chrome浏览器 应该有 好 快速点两下 打开 Chrome浏览器 然后 接下来 请在网址列这边输入 网址 https 帖号 斜线 斜线 go.gl 斜线 YTZ R XT 注意 最后面这个 R跟T 这两个字母要大写 然后 接下来请按一下 Enter键 好 我现在要特别 特别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 这个 嗯 我们的课程是叫 数据分析 及互动式 视觉效果 BI工具 应用 然后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成品观摩 成品观摩 点下去 这里面 这里面已经有上我们做好的成品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然后如果说你 上我其他的课程 我刚刚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课程 其实你可以找到讲义 可以找到范例 也可以找到成品 然后 然后呢 其实这边还有相关的影片 像我现在在教的过程 我就正在录制影片 好 那 这两天我不会放上去 好 这两天我不会放上去 我真的不骗你 我以前 我以前哦 假设今天我们上完的课 对不对 今天晚上哦 我一定会把今天所有的内容 重新剪辑过 为什么要剪你知道吗 里面会不会有人咳嗽 会嘛 对不对 好 然后我都会把那些 咳嗽声或者是 你不需要知道那些片段 我都把它剪掉 可以了解 像例如说我 我可能会中间 我会去协助一下各位 那那时候我都会在录啊 我就会把它刻意剪掉 剪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晚上弄到 有时候弄到一两点 结果呢 隔一天同学就说 啊老师反正你都会录制这影片 我就不来上课了 实体课程 课程跟线上课程是有差别的 我是真的要告诉你 后来我想一想 算了 我就等到整个课程结束 我自己再 找星期六 星天时间 我再来做剪辑影片 好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等我几天 我到时候就会把影片呢 影片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让你点一下 你就可以连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点这个成品观摩 成品观摩是不是只有一个档案 先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 怎么下载 就是点这个左上角这个图示 就可以下载了 这个图示 你点到旁边是预览哦 所以要点到左上角这个 下载的图示 好 下载好之后 我们就把所有事情都关掉了 所有事情都关掉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想要把大数据分析 学得更好一点 知道像这种趋势发展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去了解趋势的话 怎么了解呢 那我的课程不是有很多吗 你就会想说 那我应该先循序建计 怎么样循序建计 就可能需要加我LINE 或者是写信问好诗 我们可以互相去讨论 好 而且 而且都是不用钱的 过年我还特别刁民一下说 新年快乐 然后 就是会有同学理都不理我 亦都不回 好 你看我做到这样子 你觉得怎么样 我明年选总统希望吧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一下 那我下载下一个範例放在什么地方 我下载下一个成品 在这里 点选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然后再去找 左边 左边 这边下载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2020-02-03-超市範例01 这就是刚刚我下载 刚刚我去下载下一个成品 请问如何打开这个範例 就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打开了 好 请各位现在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这一个2020-02-03-超市範例01 就可以打开这个範例 就可以打开这个範例 好 可以吗 请你们都先到这一个 这一个範例 好 好 那是大家怎么的世界都关掉 自己关掉 你都把我所有的四川都关掉 哦 我都是从某开始 都可以 所有的四川通通都关掉 你们不用你们的范例 请用我的范例 其他视团都关掉 Power BI非常吃记忆体 像早上就已经有一位同学 他说他上面这一台不见了 这一台不见了 为什么会不见呢 记忆体不够 那怎么样让这一台出现 很简单 所存档案在这里 然后关掉 关掉 然后重新打开 就出现 有听懂吗 好 那你们什么时候会遇到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拍了两个三个 Power BI 你就很可能一直在档机 就是怎么叫档机 连中文字都打不出来 好 中文字打不出来 就打英文字 可以吗 因为这个是记忆体的关系 记忆体的关系怎么解决 请你回家 只要愿意再多花点钱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可以吗 真的啊 我电脑 我电脑不能用Mac Mac不能装Power BI 因为它不出Mac吧 好 来我们先看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 它有一个缺点 线条太细了 对不对 我觉得折线图嘛 稍微把线条设出一点 所以我们要点选左边这张图 请点选格式 1点选左边这张图 2请点选格式 格式在这里 然后我是不是要把线条 由细变到粗一点 请问线条变粗一点 要点哪一个 图案 图案有看到笔触宽度吗 好 我要点这个笔触宽度 请把它改成 3 4 5 6 改成6好了 有没有变比较粗一点 有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比较喜欢 在下面一点点 有一个叫显示标记 显示标记 请把它打开 有些人喜欢标记是圆点 我 我喜欢 就是 有些人会喜欢三角形 可是不管你用什么形 麻烦你把标记大小 要改成它的一倍 原本你可能设 笔触宽度是6 那这边标记大小就设成12 好 我还是改成圆点 我觉得圆点还蛮好看的 这种图叫骨干图 骨 骨头的骨 骨干图 就是它会凸显那个点 你看这两个点 之间是不是有差异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 2015年是什么 绿色 2016年是蓝色 我们原则上会不会希望说 2016年每一期 每一期就是每一个月 它都要高于2015年每一期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去看一下 2016年呢 4月份 它是书前期的 4月 8月 8月在这里 8月 还有11 12月 其中尤其11个 11月 2016年11月 不想要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 2016年的11月 然后分析 说明减少的情形 它就会告诉我们说 在2016年的11月 11月 它说在消费者 有大幅下滑 大幅下滑 然后呢 在中南地区下幅最多 因为我们是讨论减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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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点是想要知道 谁减少最多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所以 这件 这个 这套工具呢 它在做的都 都是有别于 以前 你所知道统计在做的事 而且可以很快速地 告诉你这些答案 好 那 右边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觉得还有一些格式要调整 决定来说 假设你把它输出 你把它发行到平板上面 你的主管 你的主管到时候 你只是给他一个网址 然后呢 他就可以看到跟你一模一样的视觉内容 然后 他的手机能够看到画面只有这样子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个小方块很小 对不对 很小的话 其实不太方便它去点 所以 建议 首先 首先 有几个事情是你们要知道的 有没有全选 的设定 有 在这里 一样是格式 一 请点选 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 二 请点选 格式 格式 然后 针对 选取控制项 选取控制项 请打开 有看到 有看到 第二个叫做 以控制进行多重选取吗 这个要把它关掉 为什么 为什么要关掉 为什么要关掉 因为 你的手机上面 没有控制这个按键 所以 你不可以 发行出去之后 让你的主管用控制 在他的手机上面 用控制 来去联选 问题是 他的手机 没有控制这个按键 好 可以吗 以控制进行多重选取 请关掉 再来 全选钮 打开 显示全选的选项 打开 请问是不是多了一个全选 你可以点点看 点了一下全选 四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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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年度的资料 是不是都出现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关掉2013 再关掉2014 这边点一下是打开 再点一下是关掉 因为他已经没有按扛作联选这件事 它就只剩下单选 你觉得这个字是不是要再大一点 对不对 好 既然你希望大一点我就完成 请问要用什么来去修改我们的大小 项目 可以吗 项目 请把项目的字的大小稍微设大一点 可以吗 项目请把字变大一点 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好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 这样子的内容 其实那个方格没有变大 对吧 那个方格其实一点大小都没有变大或变小 可以吗 所以 所以 我建议 我建议其实我们把它做成像按钮的方式 按钮你们懂吗 好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 我把它做到这里面 变成一个一个独立的按钮 这样不是更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一般 一般 请把 请把这个方向 一般里面的方向 改成横向 有看到吗 一个一个的按钮 请问 黑色是不是代表什么 选到 白色 就是接近那个灰色 接近白色那个灰 是不是代表没有选到 请问 黑代表有 白代表没有 可不可以理解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它为了区分 有选到 没有选到 还有全选 全选是不是第三种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它就只要用不同颜色笔 来去呈现 好 例如说 你现在点一下全选 是不是就可以四个都出现 对不对 好 这点一下 2016 点一下2015 你看 你可以不要在字上面点 再稍微下面一点点 可不可以点到 例如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点一下 我不是在字的地方点 不是在整个按钮 任何一个地方 你觉不觉得手机需要这样子的操作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针对手机 我特别教你 如果你到时候输出给主管来去比 你知道有些主管 他可能 他比去年的同期 他有可能比 再前一年的同期 这样了解吗 他的想法 不是 就是他怎么想 如果说 你能够越接近 你的主管的想法 就会越好 好 我们现在介绍了一点点那个格式 格式的设定 可以 就是说到时候输出会变得更好一点